还在为在哪儿构机靠谱发愁吗? 记得搜索玩数码频道手机店 更多精彩尽在科技全之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阳 欢迎来到玩数码频道 收看今天的科技全之道 玩数码频道总是带给你比较有意思 有意义的科普 之前啊,我们的每只科技资讯中 曾经报道了国产手机出货量前五 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小米、OPPO、Vivo 这都很正常嘛 但是第五名啊,确实是一个我们很少听过的品牌 别看它是一个不被我们所知的品牌 但它确实是国产手机 海外出货量第一 远超华为小米 这不得不说是十分的厉害 但是国内啊,却很少人知道 你别说你们 我们也是最近才清楚这么一回事 近年来,国产手机品牌在国内站完脚步后 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这两年,你经常可以看到华为、小米等品牌 会在国内宣布在海外市场的战报 但是说到小米、华为、OPPO出货量的问题上 它们都不行 是不是让你们很失望 而这家海外市场出货量最高的公司 就是传音 很多人会说 杨阳,你瞎扯吧 这个品牌听都没有听过 作为常年收看你们节目的 我还不知道有名的国产手机吗 对,你没有听过那就对了 因为我们也很少听过 尴尬了不是 据IDC的数据显示 这个国内市场出货率为零的企业 所以我们没有听过 是很正常的 传音手机的主要战场是非洲 目前已经占据了非洲智能手机市场 30.1%的份额 成功超越了三星排名第一 除了智能手机 传音旗下的剩下两个品牌 还占据了非洲功能级市场 58.9%的份额 在2014年 传音海外出货量达到了4500万台 15年出货量超过了5000万台 而在去年 其总出货量达到了8000万台 并且传音创始人逐照江说 今年我们的手机出货量 有望突破1.21台 并且传音在站稳了非洲手机市场后 近年来也在拓展印度市场 据起目前其市场风格已经达到了8% 说到这里 我相信已经没有怀疑传音的能力了吧 但是奇怪的是 在加2008年 才开始发力非洲市场的手机厂商 是怎么做到非洲第一的呢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 是非常态 必有妖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 传音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董事长 竹赵江 他在创立传音之前 他的身份是国产手机波导 销售老总 没错 就是那具手机中的战斗机 波导手机 他从卖传户机的小业务员起步 三年晋级为波导华北区首席代表 四年后成为波导销售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 再后来 他为推销波导手机 走遍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传音科技自成立之初 竹赵江 就将传音手机的目标市场 锁定在了非洲 2017年11月 传音手机风尼 尼日利亚 传音手机全面进入非洲市场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非洲朋友们那么喜欢传音手机呢 答案很简单 我们国人都已经习惯被前后两千万 照亮你的美的广告洗脑了吧 没错 这是一款专门为非洲人民 定制的一款拍照神器 非洲朋友也是爱美的呀 但是不对呀 这方面忽悠人 而不是 这方面做得更好的 当属OPPO VEBO呀 为什么他们在非洲市场就不行了呢 其实啊 原因很简单 OPPO VEBO 他们主要针对的是亚洲人的美颜拍照 所以他们的手机拍照 都是通过面部进行识别 辐射较深的人种 很难做到准确识别 但是啊 传音就不同了 传音手机很好的解决了非洲人民的自拍难题 并且进行了美颜处理 帮助非洲消费者拍出更加满意的照片 其次 非洲气候炎热干燥 传统的塑料 或者是金属手机 在本地使用其实手感并不好 而且很容易出汗 但是传音针对这个问题 研发了防汗防摔的产品 除此之外 还有专门适合非洲朋友们使用的音乐手机 四卡四代指纹解锁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是 手机价格还非常便宜 就比如 最近传音发布的CX微粒 配置上采用了5.5英寸 1080P屏幕 配备8核1.5GHz处理器 2GB ROM 16GB存储 电池容量为3200mAh 支持4G网络 后置是1600万 非索尼摄像头 前置相机搭载了1600万像素镜头 通过自家的四项合成成像技术 最终合成了一张高质量的照片 这款定制机 在非洲的售价约为1400块人民币 这对于非洲人民来说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特别是拍照黑科技 该款在非洲的销量和口碑 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传音凭借着良好的口碑 便宜的价格 一下子就在非洲市场做得风生水起 相比三星苹果太贵 OPPO BABO 小米美颜不行 甚至有些还没有进入非洲市场而言 传音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 好了 今年的科技全知道就到这里 关注网数码频道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我的原充语音和文章 搜索网数码频道手机店 您够记得新选择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